所以这个概念不能滥用 但是类似的这个调调啊 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 很有意思啊 当人被摧毁的时候 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 那么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你那审美全错了 哈家伙就是彻底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 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道行深 但是当你错了之后呢 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 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批评的解体了 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 这个男的 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 就是说你都是错的 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 很奇怪 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 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 但是在这个重塑一个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嗯 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 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 看见一个艺术品 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 我说这个行吗 这个好吗 有些事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 最后你变得依赖他 导师出现 要是马爷来就能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古董行里 我想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和导师 就是比如说很多现在有了钱的 对吧 老板或者什么的 想投资艺术品 他们就说啊 说这个里边啊 对于外行人来说啊 这个鳄鱼池啊 那家伙你到一看这个展 你一去 很多专家老师就来了 这这这这不行 这不行 好你 你最后知道吗 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于是你只有认准他 什么你就认准他 这个有点类似于 我只能说类似于 你觉得类似于POA吗 有点像 那你后来怎么能摆脱这个东西 我关心这个 后来怎么能挣脱这个东西 还是还没挣脱 不是 加强学习 自己炒营几次 就建立 自己建立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 我给很多老师请教 有些时候 这些老师们互相之间啊 都瞧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 瞧不上啊 我不管 哎 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 我就拿过来 而且呢 我加以验证 嗯 我回家看书 哎 他这个人说的靠谱不靠谱 哎 我我加以验证 有的时候真的是请义多师啊 嗯 就是好几个老师 这几个老师里面 对一件事情 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 那么这可能就是 比较有扎实的 这个知识 就是总之还是说 你这个自我 这个自由的灵魂啊 没错 但是确实POA现象 平常咱们看见很多新闻 这个人呢 特别容易变成 供这个人意识的工具了 没错 刚才徐老师啊 他说 他教学生说 不要去迷信权威 就是说 这个人讲的 那个人讲的 你都可以听听 但是你最终的判断 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事啊 要说起来呢 他 他非常的原始 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和自己的感觉 这个其实不是 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准则 这是原始人类的准则 为什么这么说 我饿了我就要吃 对 我渴了我就要喝水 谁难受谁知道 对 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明教育啊 我们有的时候 恰恰缺乏这个原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 就是会有老师 他会站出来 他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而这个说法很多时候啊 他其实确实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嗯 这就是现代理性 他告诉你说你 你不要光凭自己的直觉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 就刚才比如说 邓老师您说那个 一个人在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会生气 他说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 对 你看如果从原始的反应来讲 他其实生气的这个反应是好的 因为这就是原始的反应嘛 我被说了我不高兴 这小孩都是这样的 就不高兴 但是你看反倒是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我们就会说 你不要生气 嗯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 对对对 当做是对你个人的 你要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 可能对你个人有意义的一些建议 我们讲的这个话其实没有错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的另一面 它其实是在去试图绕开 这个人的一些原始的防御机制 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被POA的人 是那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哎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 他就始终在告诉你说 你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你不能自己舒服什么就接受什么 然后你不舒服你就不接受 你必须要去 去接受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 那些东西 我现在的咨询工作 就是要教这些女生 就是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该生气就生气 嗯 对 就是你得原始一点 你就是生气 你自己那个人 人欲的灵性的那个东西 我一般从个人情感上 我不去从勤这些人 但我必须得承认 有很多POA别人的人 他自己可能在人生经验里边 他也有被POA的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施害者 可能是另一面的受害者 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这就是徐老师讲鲁迅的那个 那个什么狼啊 在别的狼面前是羊 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 他又变成狼 把更低的当成羊 是不是鲁迅讲的大概意思 对 但不是指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的是 从这个POA啊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他产生一种 就是说是没有自我了嘛 没有自我呢 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好玩 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人进行帮助 任劳任怨 随教随到的付出 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 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 哎 我好像也有点啊 这个 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 女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是男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对吧 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也不会得到 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 但是还上了瘾了 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 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 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 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毫不动摇 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 是吗 其实 无所求的爱 也是一种抱怨嘛 就是说我是工具不是人嘛 其实就是一种抱怨 但是对啊 你说起来这好像也是一个 它是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 这个话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说到根上 我们人与人之间 哪怕是你有个朋友 的确你不能否认呢 有工具的性质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拿你当工具啊 但是朋友嘛 有事帮个忙上个节目 那么他 我们都是这节目的工具人 对对对 然后你也想行 酱油工具人 对对 这次你看我上了你节目 那下次我那个新书发布会 你来主持一下 你看 这个是很 也可以是很愉快的 提醒的好 这个事情 我记下来 回头加您个微信 你加加加 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 有的时候 可能不是大多数情况吧 但是毕竟有时候 你在网上 经常看这样一些新闻 就的确你有点怀疑 你找这个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你是当一保姆呢 还是当一钱包呢 还是当一个帮你介绍工作的工具呢 就是 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有 我相信可能在很多 特别是比如说相亲呢 什么这些事情上 那最典型了 对啊 他就是看你的身高 你的户口 工作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对 他就是看的是一些非常外在的指标 你这个人是谁 他都没见过 对啊 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女的就是说 哎 差不多了 都三十多了 对吧 找个老实的 就嫁了完了 哎 我觉得我为那个老实的有点叫区 我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把 你把这男的 当然可能反过来 也是一样存在的 就是你把这女的 你 你又当成什么了 她是 传宗接代的工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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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为什么会自愿去当另一个人的工具呢 是 刚才徐老师问说有没有那个奇葩的案例啊 我想起来我做的咨询里边有这么一个例子来了 那个工具人到什么程度 就是 那个 女人她为什么会结婚 她当时是在谈恋爱 而且她对那个男方其实并不是特别满意 她也在考虑说要退出这段关系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方家里边正好是拆迁分房子 然后那边就说 说你这会儿必须得结个婚 赶在那个拆迁之前得结个婚 这样家里就多个人口 他都不是多个人 他是多个人口 多个人口 他就能多分一点 然后说那男的就去找这女的 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那我就得找别人 反正那个日子就在这儿 我必须得在这之前把这婚给结了 然后这女的回去跟他父母一合计 父母说你傻呀 你这会儿当然是跟他结婚呢 为了这房子 所以最后这女的就结婚了 这是他婚姻的来源 就是他就是作为一个人口 分房子的这么一个工具 他把这婚给结婚了 他还是为了房子结婚呢 上海很多人是为了房子离婚 对 以后可以多买房子 对不对 而且大家道德上毫无问题 现在又查了 现在又查了 说那个平凡什么 那个结婚离婚买房 那要查了 哎呀 我觉得现代老提工具人 这个词啊 实际不是个坏事 它代表了某种觉醒 对不对 比如说桌别林 桌别林拍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拧螺丝的那个 那就是说近代工业化 对 流水线出现以后 人你就是流水线的一个工具 你想现在很多大公司 对吧 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员工 这个公司最后跟的成果 跟他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 天天做着这样的工作 他会产生一种 就是我 无意义感 就是这个要注意职工的这种心理问题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跟人性啊 是拧着的 是的 但是现在呢 好像这个社会分工啊 你被压在一个流水线 或者一个层级关系的 一个较低的一个关系里 是不是确实容易心理 是 所以我就说 一直说要有这个边界 就是说我可以在那个流水线上 这做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得告诉我 这一天从几点到几点 我穿上那个工服 我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脱掉这个工服之后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还得做我自己 就是我必须得有这个边界来保护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个包括手机啊 互联网啊 他越来越把一个人 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 跟他不工作的时间 混到一块了 没错 你半夜也会收到一条短信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 加个班或者一个什么事 然后你回到家 你也在看微信 你也在看邮箱 然后你这微信里边 你肯定有工作微信 这是免不了的 就是做工具的时间长 做人的时间短 对 就是已经慢慢没法区分说 我就只是在那个岗位 或者那个时段里边 去扮演那个工具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 人就被疑惑了 我最近有一个重读鲁迅的 正好里边这个回答你 刚才讲的那个工具人的这个问题 鲁迅那篇文章是 阿Q正传的陈英 他说这个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 是挤出来的 比方是牛吧 他说已经不大有用了 但废物利用吧 张家要我更衣工地 可以的 李家要我转一转模 也可以的 要我在他的店门前站一站 在我背上贴一个广告 说这个店备有肥牛 出售上等牛乳 我知道我是供的很瘦 但是呢 没有乳 但是呢 这个想到人家为张罗生意 起见情有可原 只要出售的不是毒粉 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是鲁迅对他自己的 工作状态的说明 接下来重要了 他说 但倘若用我太苦 是不行的 我还要自己蜜草吃 要喘气的功夫 要专职我喂某家的牛 将我关在他的牛牢里 也不行的 我有时还也许还要给别家 赚几圈模呢 连肉都要出卖 那自然更不行 理由自明 无需多说 碰到上述三类 不行 我就跑 或者索性 躺在荒山里 躺平 躺平 你说的 鲁迅没说躺平 智能起来 但这三点 我极有公平 就是我们都是工具人 我在大学里 包括跑到他这里 当然了 这主持人典型的工具人 对 我们都公平 但是他这三条原则 就一 不要用到我太苦 是 不怕苦不怕死 是比较难的 二 多给点钱 二 不能专属一家 这个是很奢侈的愿望 我们现代社会啊 我要跟我的校长去说 我不能专属你一家 我还要到华东师大 做兼职教授什么 这个就是很奢侈的要求了 其实是可以离开 第三 第三是 我不能卖肉 我卖力气可以 你不能让我卖肉 是卖肉 命没了 不是 你要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 你比方说 你是一个读书人 你叫他写小说可以 你不要叫他整天写广告 那就是 对不对 跟卖力气不同的卖肉 底线 有底线 就是我做的事情 你不要帮我改变性质 以至于扼杀掉我的基本生命 我觉得他很好地回答了 我们作为工具人的困境 和解决的办法 解决方案 所以说 这我觉得 什么都替我们想到了 对 我觉得从鲁迅老师的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什么 可以当工具 也许我们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是别人的工具 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心 人的这个心灵 尊重 他是知道喜怒哀乐的 知道冷暖的 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 是吧 他是 他有这个心呢 你做工具的程度 永远要问问自己这个心 对吧 你做工具的这个度 你要把握在这个心 你呢 得掌握这个分寸呢 你得随心而变 为什么呢 因为本节目由随心而变的 创为首台OLED变形电视 65W82 特约播出 这也工具人当的 这也工具人当的不错吧 恕不及防 我刚才这个案例 就是从心灵到工具 对不对 这个这个里边大有 变连笔变心灌 他这个还是卖力气 不是卖肉 就是您觉不觉得 就是说到底什么 就叫叫叫人 我们这个人 过去最早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看有很多学者 已经质疑了 说人跟动物的区别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学的概念是人制动工具 但实际上现在动物学的研究 发现很多动物都能制造工具 也不是都能 个别动物 个别先进动物 也有能制造工具 也有能 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的区别 语言呢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人跟动物的 这个关系性差别是语言 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很多动物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沟通 我看到的分别是 动物只有环境 人有远方 就是人相信虚构的东西 对 这个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对 但是呢 我就说沿着这个概念再发展呢 人有把人当成工具的这个发展 社会的复杂化以后 的确有那种性格的人 语军我觉得 我不好说 语军这个心灵很强大 但是语军特别爱帮人忙 我老是说语军 有的时候我就 人们好朋友 他呢 特别有服务精神 谁找他 问他个什么 他都特当回事 本来可能自己的事 也不知道给弄哪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说你也抓不着重点 你有没有这种 有的时候被周围的家人 朋友 包括我在那样工具化的情绪 就是你 但是我现在就 大师在 不是大师在这 老师在这 我可以分析了 他们说啊 就是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这样的人 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 他们就说分析 这种人是心理是怎么达成的 后来就是说 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 说这样的人啊 有一种从小啊 自我悟化的倾向 或者说习惯于 不尊重自己的情绪 习惯于不问自己的 这不就住人为乐吗 我觉得住人为乐 跟物化自己是两个事吧 你帮人家自己感到快乐 你现在把它解释成 这个以当工具为快乐 这两者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很少会 我自己啊 很少会把这些事情 用一个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 自我悟化什么 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从那个 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每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发展的那个需求的水平 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毕竟过去的很多年 其实很多 就是特别是在旧社会 大家吃不饱饭 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 这个需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的那个 刚刚说集体无意识嘛 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 是有强烈的恐惧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 他也不觉得自己 是在助人为乐 他就单纯觉得说 你给我提了要求 老板提的要求 或者朋友提的要求 我只要答应了 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 或者我这个饭碗 我就能端得牢 他是可能是从这个 很初级的这个 生理需求考虑的 那也有的人 他可能是从一个 情感的需求 他会认为说 别人喜欢我 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我就 他也不觉得自己 是在把自己贱卖了 他觉得说 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了 别人会喜欢我 我就可以去获得 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愿意去满足 别人要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去问 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 那个东西 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 说这东西不值钱呀 可是对当事人 对那个人来讲 那也许就是他要的 让别人喜欢我 对他来讲 是最高的价值 有可能在那个阶段 就是他最高的价值 这个要很重要的划分 第一社会关系 跟第二社会关系 第一社会关系 就是家人 伦理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 是这个家人以外的 社会关系 刚才讲的这个 做工具人 虽然难免 但是我们有原则 指的是第二社会关系 到了第一社会关系 我是我女儿的工具 我无怨无悔 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当牛做马 没有什么 直到我死了一天 我都是这样 我没有说什么 哎呀你怎么把我当过 小孩问我要钱 我乐点点的 他还要你 现在还问你要 他人家到时候 那你想家人就这样吗 你父母也是这样 你会觉得你帮你父母 做事情是工具吗 不会 你只要有你能力 你就会帮你父母 所以在第一的 伦理链里边 这个工具论 这个形式啊 就是不大妥当的 刚才讲的一些 男女关系的例子 是因为他们有的 还没有阶层家庭 有的就是用 传统的就是这个 怎么说 公立的婚恋 就是我要门当户对 或者说我是趋利避害 或者是我是利益最大化 从这些方面 我找最有钱的 我找最漂亮的 我找什么什么 那这个其实都没有用 家庭伦理亲人 这个概念来衡量 如果用那个概念来衡量 颜歌林的路范 淹石描写一个女的 逢 逢 碗鱼吧 对自己老公 几十年 好得不得了 老公留学回来 根本看不看他 对老婆对他很好 老公后来去了 坐牢了 老婆就送 不断的给他 老公只是坐牢 坐到一半 转育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老婆在外面等了七八天 只是为了最后看他一眼 所以他最后的 在牢里的二十多年呢 他就忏悔了 他就觉得这个老婆对他的爱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 他就一直在脑子里忙写这个小说 回写他以前他对他的爱 这个 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尾被归来写成就是回去老婆已经不认识他 那可以说老婆一直是他的工具人 但首先第一个老婆从来没觉得有后悔的地方 第二 这个老公最后回来陪着不认识他的这个老太太 对不对 他也是回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当他弟弟回来 从海外回来说 哎呀你这辈子好苦啊 也没有好房子 也没有好车子 就是说生活很苦 他哥哥就懒得跟他来解释 他觉得他的生活很幸福 他有一个人一辈子这样爱他 而他现在 而且他现在完全理解到他这些爱的可贵 所以陪着等于是痴呆性的这么一个老太太过 这样的关系能用工具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感情 我们父母子女包括男女的感情 是应该超越这些工具理性的 工具的最高就是 真的 真的我这体会 因为最近我跟我爸爸住啊 我爸爸就是有点那个不良于行了 就是颤颤巍巍的 他这个做任何动作都慢 你知道就是 但是他就特别想自己做 可是我就看着着急 他比如说拿个筷子 我从两步就拿过来了 他可能得哆嗦哆嗦几分钟才能拿到 我当时就是你说这种感觉 我好想做他延长的手脚 你知道吧 就是所以我现在每天在我室里跑来跑去的 因为我总觉得他从屋这头走到那头都走半天 这蹭一下我就帮他拿过来了 就是你那个时候感觉这个工具是心甘情愿的呀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局限在这个第二个社会关系这个范畴讨论很有价值 但是千万不能跟第一个混起来 用把这套原则混到第一个 那就会出现现在很多情况 哎呀谈恋爱 谈了七八九年 发的微信都可以随时出来爆炸弹 对不对 随时来把你整惨了多少钱 这是什么呀 这个人世间要是所有你所爱的人 他为你做的和你为他做的 你都在想的这个是一种我要拿回报的 哎呀我我for what 我要得到什么 这世界真的是太美 你就活着一辈子何苦啊 就算得到了东西你又何苦啊 这就说明啊 当你吵架的时候 说出你怎么把我当工具人的时候 那这个工具人做的就不心甘情愿了 嗯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我跟你这个老板 我心甘情愿做了十年的工具人 我跟你做了十年的先妻良母 可是啊变了会变的 你跟父母永远不会变 但是呢跟其他人这一变了 过去那可就全变成债了 古籍里边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比如有一个美女和这个军王 这个美女呢这个吃了一个桃子 觉得这个桃子很好吃 吃了一半就赶 把另一半塞这个军王的嘴里 那下军王就觉得 哎呀你看 他为了这个桃子好吃 都忘记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都给我吃 后来呢就说这个女的 叫年老色持 就年纪大了 姿色也不行了 然后呢 哎做了点让军王不高兴的事 军王就开始说 你看他当年 那自己咬了一半的桃子 赶完我这也在嘴里塞 你看对同样这个行为没有改变过 但是呢 时间 不同的时间 人的情况一变 所以其实工具人最怕的就是说 在这个关系里面 他不是无言无回 他是没有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怨 就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只是工具 不是人嘛 其实在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本来大家都会有一个相互帮助什么 但是一旦你这个关系里面 缺少了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沦为这种 所谓工具人的抱怨 我倒觉得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人其实放弃自我也很舒服的 好比说 哎我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很有才的一个人 他跟我说 你们袁珠儿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哎靠谱啊 他讨论那个话题 靠谱啊 好他连续 五次靠谱之后 你知道吧 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信任 这个信任甚至可能到了迷信 我就是他靠谱 人是懒的 有惰性的 到最后可能变成 我懒得去想谈什么话题了 问他 每次说谈什么话题 问他 他肯定没错 然后慢慢的呢 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最后我就发现有一天 我怎么觉得就聊的越来越不舒服了 因为 我发现呢 我都这个话题都是他给的 而他这个话题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隐隐约约约 隐约约约 就不再是我愿意做的那些事情 愿意说的那些话了 所以你看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一个导师 一个什么 经常啊 他把你过去的那些相信的那一套否了以后 其实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终于可以不动脑子了 我可以放弃自我 因为省事嘛 全是他 全是他 这就是咱们今天讲POA也好 讲工具人也好 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被迫的 有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自愿的情况 但是呢 有一天你觉得 已经不对了 您从这个心理分析上 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人有的时候并不那么愿意 因为自我啊 有时候很累啊 是 其实这个就是 好像刘勤老师讲过吧 他说叫驱昧 就是后来您的那个过程 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大梦初醒 好像不太对劲了 那个其实是一个驱昧的过程 就之前一直是被一个幻觉统治的 然后在那个幻觉里边 自己也不用去思考 也不用太去感受 甚至都可以不用有自己 就如果真的能够停留在那个幻觉里边 其实这个人也挺幸福的 也挺幸福的 就没有自我 就有崇拜有魅的那一天 已经注定了后面的这个驱昧了 是 因为你当你失去自我 到一个最底的时候 他一定是反弹的 不是这个人的魅力有了任何变化 其实他跟你说的话题什么可能还是对的 但是你开始变化了 是的